各位同学 我们在这个课程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闲聊一下 这个标题大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个闲聊的课程 那这个主要是 补充给上回 我到学校去第一堂课 大家有些人没来的 虽然我这个内容 也有一些遗失 但是我这个尽量把它补充 回来跟上次的近视 所以不用担心 那这个前沿的部分 我们先来大概 聊一下我们想做什么 那这个课程呢 我们主要想让各位同学 了解一下 认识一下AI 那我们希望就是说 大家没有吃过AI 也能看过AI走路 那AI这几年来 这个不断的在我们的耳边一直 大家不断的提起 我们这样希望能够透过一些 基本的这个课程 让大家把AI的基本的这个概念 基本的它的动作的这个原理 大致上了解一下 那即使你最后不想继续学下去 你也大概知道 这AI它是怎么样走路的 那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 继续学下去的话 我们这个课程是比较特别的 各位可能是所有学积极学习 第一批从RL 就是说reinforcement learning 强化学习开始入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机械系 那机械系本来就 常常在研究一些 所谓的最佳化设计 这些事情 那我们 这个有很多的应用 也会应用到RL的这个算法 那我在想 不如我们就直接从RL切入 因为相对于一些 计算机这个科学 或是这个 子宫这些科系的人 他们更多的是在研究这个 例如电脑视觉 什么CNN 或者说语音 这个自然语言的处理方面 跟机械系似乎不太有很强烈的关系 这个 这个课程 似乎要花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在想 我们从RL 这个议题上面来切入 所以课程的内容 我们初步呢 会锁定在最基础的这些内容范围上 那深度一点的内容 我们可能未来看 各位学习的状况 与反馈 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决定 好 那么其他的规定 或者说你有什么需要跟我沟通的 你都可以在群組里头留言 或者是直接call我 那我们回到标题 吴文达说过 AI是新的电力 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的应用 渐渐的开始在智能化 这就像用电 对人类 带来了很大的变革 未来的世界 AI也会完全改变这个世界的面貌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基础课程 能够赋予大家面对未来AI世界的能力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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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